那现在我们来介绍 微积分基本定理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把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两样东西 积分跟微分给它串接在一起 那积分的话呢 各位同学知道 它就是算求和的 要算面积的 那么微分的话呢 我们再算它的切线的斜率 有的是说变率 它们的话呢 竟然能够融入在一起 拉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来做一个解说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呢 就说重划了一个坐标轴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函数叫做 Y等于F of X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定义下面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面积函数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图 现在的话呢 我们考虑由A到T之间 我们所形成的那个面积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们定AT它是一个函数 它的话呢 T在改变 那当然它的面积就跟着改变 所以它是一个函数 没错 那么AT的话呢 假设它是由A来起算 到T为止 然后函数是小F之下 所为出来的面积 好 现在的话呢 这一块面积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 来我们看看里面 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个黄色的面积 就是我们这个AT的意义 那么这个是一个面积函数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是什么呢 面积函数它可不可以为分呢 我们来试一试 来我们把这个黄色拿掉 我们考虑的是下一个部分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T加上ΔT 我们考虑的是A'的微分 来我们看看啊 A'是什么 就是A的微分 那各位同学的来想想 微分的定义是什么 微分的定义是这样的 我把微分的定义再写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ΔT趋近于零 然后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比值 是什么呢 AT加上ΔT 减掉AT 除以ΔT 这是我们的微分的 最原始的定义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一件事 AT加上ΔT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从这边到这边的面积 减掉AT 是这里到这边的面积 那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写成了 由T出发到T 加上ΔT 之间的面积了 于是的话呢 我继续写下去 A的微分 就是所谓的面积函数的微分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写成比较简单一点了 ΔT趋近于零 然后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的是 由T出发 上面的话呢 是T加上ΔT 这边是F F的话呢 是X DX 这边是ΔT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算是 现在先不要看这个极限 我们先考虑 这一个积分 这个积分是什么呢 这个积分的话呢 就是这一块 来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黄色的这个面积 没错吧 这个黄色面积 由T到T加ΔT 在F这个之下 所围出来的面积 那么我们根据前面 我们所提到的 叫做Bundedness Property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这边到这边 然后的话呢 它的最高 最大值跟最小值 这个面积将会夹在 最高点所形成的长方形 跟最低点所形成的长方形 那么我们的话呢 既然T到T加ΔT 它是一个Interval 就是所谓的区间 B区间 来我们的话呢 必然是存在 来我们存在一个M 这个M的话呢 大M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小M 这个的话呢 我们先说了 大M是在这边 F的最大值 小M是它的最小值 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积分 T到T加ΔT F of X DX 它一定是夹在哪里呢 最大值 M乘上哪一个 这个宽度 就是我们的ΔT 那么小的呢 小M 好 我们现在来看啊 它可以夹在这两个之间 我们现在来考虑的是什么呢 我们考虑的是 这整个来说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A' A' 它的唯分 那么就是等于多少呢 Limit ΔT趋近于零 来我们看看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做解说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什么 ΔT 当ΔT多少 非常非常的微小的时候 当ΔT非常非常的小的时候 其实它的小M跟大M也几乎是完全的接近 而且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它就是我们的F的值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这么写了 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它这个唯分 其实就是我们的FT 面积函数的微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函数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的使用夹几原理 然后得到了这样的等式 那么后面的话呢 我们将会把这个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这个观念 应用在计算的上面 咱们说明 再往前 咱们说明 咱们下来 咱们下来 咱们位 細项 咱们 咱们 秒 哞 咱们